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哪一种中药材可以改善白发的情况呢 第一个是合手屋 第二个是当归 第三个是穿穷 我们先来问Jerry你觉得正确答案是 我认为应该是合手屋 因为武侠小说常常有写说什么 千年合手屋可以 有那种烦恼环童的效果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合手屋 雪仁呢 我也是选合手屋 因为以前去观光圣地 就是参观女儿的时候 我记得那边有人在卖 然后那个老板还强调说 会让你的头发乌黑亮丽 对对对 所以我是选一 是 妹呢 我跟前面两位一样 我选择一 因为我看到市面上那些那种蓝发剂 好像几乎每一种产品 它都有标榜它是合手屋 所以我选的是一 我们这一题好像是送分题 我找一次 在决单 真的是合手屋 没错 那这个药材的命名的由来 就是它能够让头发乌黑亮丽 所以才取名叫做合手屋 那不过那个很注意点 就是说那个去那个什么 名胜古迹玩的时候 真的有人在卖这个东西 而且号称天年合手屋 然后卖的大概也不贵 那不过这个一定要小心 那是一个伪药 等于是错的药 是假的药 那个吃的不仅不能什么乌法 什么古胜等等 它吃的可能还是有致命的毒性 那是那个药叫做黄药子 那个是有那个是有伪毒的 所以一样去哪里玩 去名胜古迹或甚至去大陆 千万不要去买一些中药材 因为那个阴品 唯品 一些假品的很多 然后我们一般人 也没有办法分辨出来 所以去玩 只要眼睛看就好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是一合手屋 其实提到这个中药材 那像这个曹医师 这个合手屋 或是有哪一些中药材 孕妇如果她想要头发乌黑亮丽 她可以用吗 其实孕妇她吃药要很小心 那就是说没有必要的话 是不太需要吃 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 是要请教医师会比较恰当 那原则上是没错 就是生一个孩子 会掉一根牙齿 会摆几根头发 那原则就是肾虚 所以你只要把补肾 把它补好就好了 肾固好 我们刚才讲说 那个头发是肾的 那个光滑之所在 所以如果你肾气强的话 所以怀孕期间 你因为还有一个小孩子 在帮你分享你的营养等等 所以你就是强调补肾 那这时候就不是只光吃 合手屋 那话再说回来 其实合手屋 它算是一个很平稳的药材 平补 所以你也不要想说 我每天只要泡几片合手屋 头发就会乌黑亮丽 恐怕还没那么简单 那要吃的量可能会比较多 那另外就是说 你可能要更强调补肾 那中医最治疗这个头发 我们是很强调这个 就是身体 整个身体的组织 能够健全以后 那这个头皮 头毛 那这个五脏六腑平衡 这样这个头发 就会乌黑亮丽 才能显现它 那个健康的一个光泽 是 那我们想要问说 因为白发真的 对女生的困扰非常大 薛伦 像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例如说改善白发的一些片方 刚讲说 我在那个观光圣地有看过那个合手屋 那我是在网路上有看过那个 合手屋的那个洗髮经 对 那它上面也是有写说 可以让你头发变黑 所以我有曾经买来试试看 没有 因为我想说我头发已经白发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效果应该没有说很好 对 也有买过来试试看这样子 然后自己好像效果不大 对对 还是一样白发很多 只是因为现在染 所以看不太出来 对对对 那妹 你的撇步呢 我前一个同事 他是听那种阿桑跟他讲说 黑 每天早上 你就黑芝麻加牛奶 然后当做早餐吃可以补充盖子 然后也可以让头发 就是有白变的 黑 无非量力的 因为我把头发已经很多了 我也比较没有那个耐心 所以我没有去尝试 但是我那个同事他说 他吃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觉得非常有效 是 曹医师 黑芝麻加牛奶有效吗 还有合手屋的洗髮经 那个的确有效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强调 那个天然的 草本的 就是因为那些一般的那个化学染剂 它都有致癌的一个危险 那它就是它会崇尚天然 那天然它当然就没有化学染剂 那么快速 可是它起码它是安全的 可是它还是有那个效果 只是它没有那么样子的乌黑亮丽 那中药一般 只要是黑色的东西 它他们都是补肾 所以像刚才讲的黑芝麻 合手屋其实也是黑色的 然后黑豆 然后熟地 然后肚重 这都是补肾状腰西 这个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像有些什么 以前那个桑胜 黑桑胜 它也是有补肾的 反正你只要看到黑色的 你就给它多吃 真的是对黑头发有帮助 其实除了这个白发 大家会很担心之外 有些人就想说 我白头发多 我会不会比较容易 有秃头的问题 没有什么绝对的一个相关 不过原则上 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头发跟那个蛋白质的营养数 也是有关系 如果说你是因为 蛋白质营养缺乏的时候 那除了它展现出来 是白头发以外 那慢慢可能头发 就会慢慢比较容易掉 那这是 这不是绝对的相关 可是它应该是 就是一个警讯 就表示你除了是压力大以外 那另外一个就是营养缺乏 那这个真的有可能会造成 提早掉发的一个危机 其实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富哥我们在门诊当中 曾经有看过一个案例 还蛮有趣的 他就是说长了一撮这种白发 结果后来其实是白斑症 没错 这是在皮肤科门诊 所发现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一位三十岁的男子 然后他因为前额 长出一些白头发 然后他就以为说 可能是这样有智慧的象征 像这个电视某一位名者 很有这个权威性 但是他的这个同事认为说 你为什么长出这样白头发 是不是应该特别长出一错 一错出来 然后他就对啊 他以为他故意去耍帅一样 是啊 是不是就像去挑染一样的 这样的呈现了白头发 那后来他到门诊里面 皮肤科医师跟他讲说 其实你这个白头发 底下的是长的 这个皮肤的是白斑症 而不是单纯的白头发 那这个白斑症其实跟他的这个免疫异常有关系 那或者说跟他的这个日晒也会造成这个白斑症 那所以说他长出的白头发 其实就是底下的这个黑色素细胞已经慢慢已经 或者说不见了 对 所以说这个白斑症 其实也跟白头发也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相关联 而且如果有时候没有特别去注意他 没有做好防晒 还可能会引起皮肤癌 对对对 其实透过这个穴道按摩 也可以改善白发的情况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